军事危机 白俄罗斯将中国血统火箭炮部署到边境 性能到底有多强 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乡情 近日白俄罗斯的军事危机引发全球关注 抗疫浪潮正在席卷全国 警方已逮捕6000多人 与白俄罗斯临近的立陶宛 波兰和拉托维亚已经下了最后通牒 要求充当调解人 本月也在波兰和立陶宛举行了军事演习 施压的意图非常强烈 白俄罗斯也不甘示弱 从8月17日至20日 在立陶宛边境附近展开了大规模演练 包括第6独立坦克旅 第11独立机械化旅 和336火箭炮兵旅都进入训练场 同时出动的还有 具有中国血统的波罗乃兹远程火箭炮 据防务博客报道 白俄罗斯在利达地区 部署了最新的波罗乃兹多管火箭炮 还在明斯克地区 部署了几部原点U战术弹道导弹系统 波罗乃兹多管火箭炮 是白俄罗斯与航天航空科技集团 联合研制的远程火箭 最先列装 白俄第336火箭炮兵旅的 第77独立火箭炮兵营 波罗乃兹多管火箭炮 此后成了明斯克防务展上明星 被白俄看成了国家骄傲 到底有多强呢 据悉 波罗乃兹多管火箭炮 实际上使用的是航天科技集团的 A200火箭弹和发射指挥控制系统 白俄罗斯提供了MZ-KT79308×8底盘 最后被命名为 V200波罗乃兹多管远程火箭炮 该炮拥有两套四连装发射架 用来发射300毫米口径的火箭 最远射程200公里 准备时间少于10分钟 可以配备多种弹头 主要用来摧毁机场 港口 防空导弹阵地 炮兵阵地 和装甲部队聚集地等目标 具有机动部署 打击精度高 覆盖范围广 会伤能力强的特点 V200B作战系统 包括一辆战斗车 一辆弹药运输车 和一辆指挥车组成 据悉V200B的发射 装填车 侦察和观瞄等系统 都是中方企业 按白俄方要求进行的 指挥通讯系统 可以融入白俄军队的作战体系 波罗乃兹被白俄罗斯 看成是国防自主产品 计划用来替代现役的 远程火箭炮系统 该火箭炮完成攻击后 还可以直接整车装填 发射效率也非常高 波罗乃兹 还可以使用 中国授权白俄生产的 M20战术导弹 配备有560公斤高爆弹头 射程280公里 性能堪比伊斯坎德尔战术导弹 波罗乃兹火箭炮的部族 是比较贵 进度号是因为 配备有弹载陀螺仪 和全程GPS组件 仅这两项 就会导致一枚火箭弹的成本 主要原因就是使用成本太高 作战效益并不好